有如烟等人正在运动场上锻炼身体 殊不知远处的天空中盘旋着一只熊鱼 正在监视着他们 原来是黑虎帮的人 他们在寻找张景玉和锦铃兄妹 熊哥 张景玲嘎乐 尊度假多 他可是黑虎幸存者基地当中排名前三的实力 没想到既然嘎在了变异大叔手上 不过他时被测试获得的刀去哪了 估计被他妹拿走了吧 不应该 他妹是一个普通人 怎么可能逃得了 哈吉米 快问一下张景玉的位置 好的 随后黄狗用力地吸着鼻子 脸色突然明重了起来 除了张景玉以外 还有一个男人出现过 又好像是女人 或者说那个男人的身上有其他女人的味道 管他男的女的 男的就直接干掉 女的 大家一起先干一场再干掉 哦 随后几人寻着味道找到了指引超市 当众人看到超市内的场景 吓得差点尿了出来 那么多散昆的S体 应该是高手 这家伙恐怕比张景玉还要强 大家要小心 黄狗点了点头 继续抽动的鼻子 然后顺着气味一路找到了超市的仓库 张景玉 太好了 你果然还没干 这坡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这下子我能回去交差了 闻言张景玉下的发容失色 他们是谁 他们都是黑虎幸存者基地的人 那个爆炸头壮汉 就是黑虎幸存者基地的三把手 万号巨雄 他是一个异能者 实力很强 只比我哥差一点 旁边那两个分别是黄狗和鸡坤 也是异能者 没想到黑虎幸存者基地 竟然出动三个异能者来抓我们 张景玉的脸上满是害怕的神色 三个异能者同时出动 就算他哥还活着 也肯定不是对方的对手 三个异能者吗 这还是小白第一次跟异能者碰面 正好试试默示中觉醒的异能者的事 小子 我们是黑虎幸存者基地的 把那个女人和那把刀都留下 我们也许能饶你一命 你们人还怪好了 那如果我不同意呢 如果你非要当蠢爱战士 就别怪我们不客气了 好快的速度 你竟然嘎了狗哥和熊哥 丑顿 别跑啊 经过了一个照面 小白也大概明白了这些异能者的实力 力量速度等基础属性 大概是普通人的两倍吧 而小白的力量和速度 已经是普通人的十六倍了 这个男人是战神转世吗 此时张景玉在心里下定决心 一定要跟着小白 最好能够成为小白的人 走吧 我带你回家打架 好 黑虎老大 大事不好了 被干掉了 全部被干掉了 什么事情慌慌张张的 张景玉带回来了没有 巨熊那家伙呢 老大 巨熊嘎了 黄狗也嘎了 全都嘎了 要不是我钻地钻得快 我也要嘎在那里 听到这句话 黑虎的脸上瞬间露出了不可置信的神色 张景玉那家伙有这么强吗 不 不是张景玉 我们到那里的时候 张景玉已经嘎了 是另外一个年轻人 实力非常强 他拿着张景玉的刀 瞬间就砍嘎了巨熊和黄狗两人 连异能都没用 我要是跑了慢一点 我恐怕也早已伸手一触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问近战 我三弟巨熊天下无敌 不使用异能的情况 就连我的不一定是他的对手 怎么可能有人不用异能就把他干掉 你是不是因为任务失败 所以故意夸大敌人的实力 是真的 张景玉也被那个家伙给带走了 他还嘎了几百个丧尸 全是用刀砍嘎的 实力强得可怕 真是废物 等猎鹰回来 我让他先查看一下情况 到时候我亲自去会议会 这个所谓的异能者 看看他有多强 要让我知道你是夸大其词 到时候有你好看 你不信你就让猎鹰去看吧 那人是真的强 你不信我就算了 鸡昆说完 有些生气的直接离开了这 他刚刚死里逃生 一路上怕被对方追上 没敢走平路 一直都是用异能打洞回来的 足足打了二十多公里的洞 为了一个女人损失了几个兄弟 一句关心的话都没有 还骂老子 要不是打不过他 老子早把他干掉了 老子怎么就觉醒了个打洞的异能 要是觉醒个战斗异能 还能受这窝囊气 如今黑虎损失了 巨熊和黄狗这两个得力助手 实力大减 估计整个幸存者基地的人加起来 都不是那个熊猫头的对手 黑虎为了得到张景玉 恐怕还会跟那个年轻人死磕 我留在这里岂不是等死 与其等死 还不如早一步离开 黑虎之人不把兄弟当人看 跟着他是没前途的 另一边 小白已经拿下了张景玉 系统给了七杀奖励 所有的异能升一级 黑暗空间提升到了五级 由三十乘三十剩三十立方米的空间 现在已经变成五十乘五十乘五十立方米 提升了近四倍 看来我收挂资源的速度 比不上黑暗空间变大的速度呀 这个空间实在是太空旷了 还得再继续收挂资源才行 随后小白开始了今天的第二次罪业 他准备去去太美学校 大概有两公里外的超市 不过刚到超市外面 他就遇到了一男一女两个性存者 这两个人分别是学生会长陈豪 和四大校花之一 被称为运动女神的周可可 此时别墅区内柳如烟等人 正在运动场上锻炼身体 殊不知远处的天空中盘旋着一只雄 正在监视着他们 老大 找到了 二十多公里外的一处别墅区里 看到了张景玉 同时 还有其他多个女生 应该都是那个别墅区的女学生 哥哥都是美女 女学生 太好了 老子不仅要把张景玉抓回来 还要把那好几个女生一起抓回来 全部做我的小老婆 叶英 到时候你可以先挑一个 多谢老大 此时季坤顺着地道 再次来到了巨熊被干掉的超市 他从那个洞里爬出来的时候 发现巨熊的S体还倒在旁边 如今已经发臭 他赶紧走出超市 顺着一路上被坎嘎的丧尸 找到了小白所在的别墅区 谢谢大家